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如果把一个精油放在介质上面 放在纸上也好 或者滴在一个器皿上也好 你大概分不同的时间去闻它 如果是一个天然的精油 它的味道会改变 那如果说是化学合成的某一种 主要精油的成分 它会从头到尾 一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它的味道会一致 比方说你家里面希望是有干净的环境 你可能最好可以用一些油加粒茶树的这样的精油 就可以让你的整个一些微生物的生长 会被抑制下来 那当然让身心愉快的精油 这个埃及艳后 它会用茉莉玫瑰甚至依然依然 这三只精油其实就是在 让你的心情后会变得比较浪漫的感觉 像这次才能看到 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会发现精油会让我们的自律神经得到疏解 自律神经就是胶感跟副胶感 胶感如果活性比较强的时候 你的工作上的效率会比较高 那副胶感比较强的话会让你心情比较放松 那副胶感神经让心情放松 大家都知道它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薰衣草 那薰衣草里面的那个方张纯 银拉奥 它不管是正旋或左旋 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神经会放松很明显 那又比方说我们台湾的本土的红块精油 它就是让副胶感有很好的这个调节的活性 那胶感神经呢 那我们实验室曾经做过几支精油很有名 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白千层 绿花白千层 白花白千层 这几支精油都会让我们的这个交换神经会比较测重 那台湾扁膊也会有较等活性 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里面有这些精油 可以调节你的一些身性 最近也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精油 比方说我们云香科的这些精油 像我们讲的柠檬啊 像我们讲的这个柚子啊 在这一类的果实果皮里面有一个成分叫做柠檬锡 这个柠檬锡呢 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 它可以让一个所谓的ACE2 就是血管收缩素2的这样子的蛋白的表现降低 那这个蛋白有什么功用呢 它的功用就是会帮助带领的 我们现在最头痛的COVID-19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会进入细胞要需要这个蛋白的协助 那我们柠檬的里面这个柠檬锡 其实是不够的 还是要透过有些科学的文献所做的实验 我们才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好的 可信任的精度 咱算后 咱尼 像 有人 有一 popping 那 正